哈喽朋友们这里是走一 是的 这个范儿巧它又在我的头上 我头上有鸡脚 鸡脚 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生活里边很喜欢 是离不开的一些生活好东西 就是身后的这些东西 还有两个放在地上啊 这些东西呢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 我生活的幸福度 幸福 还有便利度 那如果大家有碰到很喜欢 想尝试的话 就可以在弹幕告诉我 就大家都懂的 每期都有 咱们这个频道 就是要把有福同享贯穿到底 找人 先来讲一条围巾 就最近在后台私信 看到很多朋友问围巾和帽子 问的还挺多的 想看的朋友多吗 多的话咱们可以这个月 转一期帽子围巾 还有一些袜子啊 这些保暖配饰的分享 这条围巾好像是我去年买的了 就我用它上身搭配就真的很高 它的面道是这种仿兔毛的 就非常的软和 很轻肤 然后大家看这个毛毛的 蓬松度和厚度 就记起来真的很暖和 它的长度也是够长的 如果大家是搭这种大衣的话 就可以把它搭在脖子上 然后把围巾 别在这个里面啊 就像穿了一个厚实的马甲一样 就很暖和 它也可以用它系各种花样 真的太喜欢这个了 你看这下面还有很多彩色的小扣子 就细的时候把它给露在外边 就很可爱 还有眼镜 露出了我的红色毛衣 它的颜色是这种鲁白色 就不是纯白色 不会显得皮肤很黑 这件衣服好看不 这件衣服也很好看是吧 那大家就期待一下我的下一期 穿搭吧 真的很多很漂亮的衣服 我这忍不住想跟大家预告了 要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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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个是这个可达亚的睡衣 Oh my god 太可爱了 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有印象 我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分享过 当时就是觉得网上很多朋友 穿着很有意思 然后买回来之后 没想到这么的实用 最近网络一降位 我就把它拿出来穿了 哇这穿着真的很暖和 它是这种法兰隆的面料嘛 就法兰隆在秋冬穿着就 身上热乎乎的 非常的宽松 就你家里面穿多厚 它就不会很臃肿 南方的朋友应该都懂 就家里面可能会比外边的温度还要低 家里面真的那种冷是阴冷 所以我在家里面一般看电视啊 或者是学习的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头套也带着 然后眼睛就从这个嘴巴里面 偷出来看电视 哇真的套在里面好有安全感 最主要的是这个睡衣真的很可爱啊 就穿着它时常能动到身边的人 是不是呀 今天也要开心呀 还有这个暖脚宝 哇现在还是非常暖和的 它放室内真的很硬了 就我穿两双袜子 我的脚还时常有点凉爽爽的 这个暖脚宝呢 打开就这么一片 这里呢就像一个电热台一样会发热 把它这样粘起来 就像一个水桶 在工作学习的时候就可以把脚给伸进去 它这个筒高也比较高嘛 就它不仅能够暖和住我们的脚 就连我们的小腿啊还有膝盖 都能够热乎乎的 它还送了一个像个小毯子 就把脚伸进去之后我就把它盖在上面 哇 就整个暖气冷藏在里面 哇太暖呼了 因为暖呼呼的时候就会非常地幸福 有六个档位可以调节 然后这里还可以定时 我觉得这个还蛮适合学生挡在宿舍用的 因为它的公寓很小 而且它是不带火的嘛 就会比较安全一些 而且你把它放在宿舍的话 宿管员和查寝的同学 应该也不知道它是一个啥 应该就不会收走吧 如果家里有小猫的朋友你买回去 猫猫真的会非常地喜欢 刚睡醒啊 睡眼轻松 小宝贝 你这穿的好性感 你穿的是露奇妆美 再来跟大家分享两部我最近很爱戴的眼镜 这个大家在晚期视频问的也挺频繁的 就都是这种方圆的形状 这个形状就很适合我们这种 方圆脸的姐妹 很显联想 它颜色呢是这种有点透透的橄榄茶色 就很韩戏 戴上说会比黑矿眼睛多一丝俏皮感 它是这种一体式的鼻托 所以像我这种山根不太挺的鼻子 戴上去的话也不会 轻易滑落 它这个侧边的镜腿也是合金的 就整个眼镜拿在手上会觉得还挺有质感的 不是那种很廉价的塑料感 真的很好看 我打算过段时间带着这个镜框去眼镜店 配一个眼镜 然后它拿了一个这样的透明的 这种透明的真的是妥妥的素颜神器 像平时没有化妆的时候你戴上它 然后再戴一个口罩 就显得整个人的气质很轻的 拍照也很上镜 还有这个拍力德 这个是我今年年初的时候买的 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 这个拍力德真的就是我和我朋友们出去玩 用过它的朋友都种草了 它对我最大的一个信仪就是拍完之后呢 它这个相册是可以回看的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做筛选 选择每一张打印出来 选择这张就打印出来了 这样的话那些曝光的呀 不掉的你就可以不要 可以少掉很多废片 因为拍力德的相值真的还挺贵的 但是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浪漫的点 就是它可以为每一张照片上去录音 就你录完音之后这里是会有一个二维码的 以后你在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你就这样扫一下 就能够听到当年当时你录下的声音 大家听听听 今天怂的鸭血好好吃 今天是11月19号 KK生日快乐 是KK生日那一天 然后我们大家回去出去玩的时候拍的 我说的居然是今天怂的鸭血很好吃 我真的是 虽然自己听起来会有点羞耻吧 但我觉得这个能录音的这个点还挺浪漫 挺有意义的 能够马上把你带入到当下拍照片的那个请进去 但是这个相片呢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没有逐出的拍力德拍出来那么有胶片感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照片打比方 就它拍出来有一点点模糊 然后有点发郁 所以大家如果是想尝试拍力德呀 或者是相机 都可以去海鲜市场上多看看 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 我发现好多人都是半价在转让 我真的很后悔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它 长得还挺好看的哈 还有这个 这个是我对面逃到的一个很有学院感的公文包 这个包包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就是我们过几天可以去北京了 真的很开心 就是解封了嘛 然后我们一起约着去北京滑雪 到时候会给大家出一些滑雪的拍照技巧 还有Vlog 想用它到时候装一些我的这个iPad啊 电脑还有一些电池 保护飞机安检的时候比较方便拿出来 这个肩带真的很粗 就旅行的时候我们会背很多东西 这样也不会勒肩吧 看看 它原附赠了一根这样的手提袋 不管是手提 还是到时候 放在行李箱上面这样推推推 或者是我们穿大衣 就把它斜块在这 都很好看 唯一不好的就是它是这种PU皮的 就是一个指纹收集器啊 可能我们要勤擦了 还有这个包包就是我上期 在毫无分享的时候我穿它搭配了一个棉服 这个包的上身效果就是这样的 可能会更加日常 偏日稀一些些 下来呢就是我每天每天都要喝的三顿半的咖啡 被烤党考研人可能都懂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闭着眼睛去找我的咖啡呢 就早起喝杯咖啡 真的对我来说具体神 而我一直回购的呢是他们家的这个数字系列 这次是新生级的数字星球 这个123号呢就是中浅烘焙 味道会偏酸一些些 就比较推荐做美式的类型 然后456这个呢就是中生烘焙 就是爱喝奶咖的朋友会很喜欢的类型 4号是新款的我最最最喜欢的味道 大家认准这个绿色 给大家开一个 大家闻一下 它打开之后就有点像碧根果磨成粉分的那种坚果香 忍不住了来泡一杯 再搭配上参加了这个灵塘椰奶 先咬一咬 可以吗 可以吗 把这个倒进去 来干杯 哇哇 就来了绝了 真的我有事还会在上面喷点奶油 哇就那个口感觉得很丝滑 前段时间不是被封在家里吗 就憋得很闷的黄的手 就不开心的就喝上一酒 心情就很好 加了这个椰奶也很好喝 是零糖的 有时候早上我来不及吃早餐的话 我就会冲泡一杯这个生椰奶铁 那直接倒进去 摇摇摇摇摇摇摇 小小的把它直接放在包里面 就很方便 这五六号的味道呢 就非常非常的醇厚 对我来说 我之前喝着就有点苦 但是我最近跟着 小某叔的姐妹啊 的推荐 就是用它兑了一些 热热的牛奶 我放到微波浦里面 加热一分钟 再加一点点糖 哇就很像那个 店里面线打出来的 那种非常浓郁的 烤糖拿铁 口水出来 而且他们的这个小罐罐 真的超级漂亮 这我喝完之后 真的舍不得人 我把很多这种喝完的空罐罐 都DIY成了那种钥匙的小挂件 大家喜欢的话 就只有几个小朋友吧 然后还有这个 当当当当 这是我最近很爱喝的 梅剑的这个青梅酒 就前段时间 我们小区不是被封了 半个多月吗 哇就憋了我和隔壁的那个姐姐 还有楼上楼下的邻居 真的都相互串门了 就很神奇的发现 我们几个都差不多大 而且从事的工作啊 就都是跟媒体相关的 有时候我就会邀请他们来 我这里玩玩桌游阿瓦龙啊 然后小桌一下 大家一起玩嘛就很热闹啊 能够放松一下心情 那一般人多的时候呢 我就会选梅剑啊 这个梅子酒呢 它就是只有14度 属于是有酒味 但是没有啥度数的那一块 就很适合我们有时候想 来上两杯 但是杯杯 但是没有啥酒量的女生啊 就喝着不容易上头 这款金梅剑 跟那个原味梅剑不一样 一边是有另加那种烟熏乌梅 就入口不会觉得辣辣的 喝完回味起来 可原就是会有那种烟熏风味的高级感 星期前我和隔壁的那个姐姐 一起跟着小某书上面调了一个新喝法 就是把它1比1的加椰质 然后加超多超多的冰块 就很有那种乳酸精的感觉 知道 觉得很爽口 但是因为奶和酒堆在一起 好像是不能完全融 所以它会有一点点沉淀物 大家如果要这种喝法的话 可以多嚼一嚼 那我觉得它的这个瓶身 就还挺简单大气的 接下来有很多节日啊 感觉还挺适合送礼的 再来说一个小唇膏吧 就是这个 这个唇膏是我目前用下来综合性价比 然后舒适度对唇纹的改善 一个综合效果下来 它是最好用的 我的嘴唇呢 就是唇纹特别严重啊 我妈是说我不爱喝水 导致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 因为我妈可以把我 任何事情贵贱于我不爱喝水 我的嘴唇一到秋风 就特别容易起死期 我还经常会这样 气咬它 实际我觉得很干疼 这个唇膏就是在我唇部状态 再差再干的情况下 我涂上我就像那个快要干涸的土地 猛的浇水 就是能很快的给它润住了 但是这个润吧 又不只是浮于这个表面啊 觉得油滋滋的 这里面感觉到也不干了 但是这个唇膏呢 它头上之后确实是会有这种油膜感的 不过不会觉得很厚重难受 也不会碾水 如果不太喜欢这种油膜感的朋友呢 这个就不推荐了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觉得比较好用的唇膏 在帮忙分享一下 我看很多朋友说那个一拳的那个蓝管挺好用的 但是我还没有试 有用的朋友吗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秋冬也问的比较多的 就是护手霜 我用的就是 叹叹叹叹 涅可琳 对 我就是从高三开始啊 它就每到冰天的时候 它就会均裂 对 都不是干了 就是会裂开 很疼 因为手去摸别的皮肤的时候 都会觉得拉人 我试过很多护手霜 有些呢 它就是只能润一会儿 润在那个表面 有些呢 它滋润度还不错 但是针对这种均裂啊 就是没有什么效果 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 我妈都会给我用它 今年我妈不是来广州陪我吗 就给我买了几罐这个 看我都给她用凹进去了 这个朋友呢 我每次用它 都不夸张 三天不到 那个手就干裂的地方会愈合 然后那些多余的那种碎碎皮片 就没有了 就手变得很光滑 看 有个北京的朋友 她的脚也是 就到这种冬天的话 脚后跟会有那种 的裂纹 我就给她推了这个 她用着也很快就见效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有皮肤剧裂的朋友呢 就可以试试这个 它这个好像是专门做这种 干裂开肘脱皮的 就价格真的很便宜 上次大醋的时候 我妈给我买十几块钱 三盒 长得有点不太好看 其他都还挺好的 味道呢 就很像我们小时候 抹的那种日美镜啊 美加镜那个宝宝霜 就上手也不会有什么黏腻感 然后这是这个小熊包 这个我在视频里面 应该有说了个两三次了 但是我感觉最近 大家都解放了嘛 可能会有很多朋友 想出去旅游 还是想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这样两个束带 这样给它打开之后呢 里面是有四个分隔袋 基本容量大的 我们就可以放一些护肤品的小样啊 容量小的 我们就可以放一些化妆刷 还有美头啊 年签这种 每个都分隔好了 都取放很方便 不用再在一个大袋里面 这样已经发来发去的找了 而且它这个是可以摘起的 如果你要去浴室护肤洗漱的话 你想搬整一个化妆包 你就带这一小盒去 就很方便 收纳好了 你把它这样捡起来 就做个小小一个 放在洗礼箱也不占位置 而且它这个图案和配色真的很可爱 这种黄蓝的装色 还有这个护发素 这个护发素应该有很多朋友 都有用过吧 大家觉得好用吗 是不是很好用 真的我觉得它的性价比 真的是太高了 太高了 给大家看 专心存了这么多 我去年真的太折腾我的头发了 光瓢就瓢了三次 染都不知道 染了五六七八次了 头发就真的很受伤 我今年年初的时候 看完它的头发 这个一分差为两根三根 特别厉弗 而且那时候经常是这样 撕出来很多这种毛毛躁的小呆毛 看起来感觉整个人很不健康 我现在非常喜欢有这种 发膜啊护发素 就洗头发之前 洗几超多 然后糊在这个发尾 用个蕊帽给它包起来 它这个是说让我们呆三分钟 但我一般会糊住包个二十分钟 然后过程中我们可以 再做一个清洁面膜 然后记一下单词啥的 等过了二十分钟之后 你再把它冲掉 洗完的头发 哇 就贼盛滑 每周会这样包了两次 我的头发就没有那么毛躁干枯了 那么一支糊我现在的头发 大量的用的话 也能够用个六次 主要是便宜 用起来也不心疼 而且它这个味道也很好闻 是那种花香 真的朋友们 我现在觉得一个人的发质 对于它整体气质的影响 还是蛮大的 大家不要再轻易的去剖头发 剖头发真的很伤 还有最后一个 这是我现在正在用着的这个灯 先把它关一下 这个应该也在我去年拍照视频 我很简单的提累一下 真的很好用 我几乎每一个拍照的视频 都会用到它 咱们到年底啦 这种跨年拍照 新年拍照 大家等我一下 都会安排上的 这个灯很小的 差不多就跟我手一样大 像出去外拍的话 就很方便携带 它一般充满一次电的话 可以用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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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都远不记得 我上一次给它充电 是什么时候了 看一下它光线真的很强 而且我现在只开到了 40%哦 光照强度 如果你想解弱一点的话 就往这边拔了 光线就比较柔和了 想拍强光的话 你就往这边往 哇哇哇哇 然后这个地方可以调间冷冷冷暖 冷冷冷真的很绕口 这边巴辣就会越来越暖 看吧 我们眼上现在是有点黄的 然后往这边调 拍照整个人都会比较冷白皮 爱拍照的朋友 真的可以买一个这样的打光灯 用了也快一年了 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还是挺不错的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儿结束啦 希望这个视频 能够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双十二理性种场 理性购买啊 然后多 多想想自己是否真的需要 嗯 那拜拜咯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